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居连续剧周榜第二 与未列第一的温暖的闲差距很小 该剧每日正片有效播放市场占有率如下图所示 归去来开播第三日起 连续五天本局电视剧霸屏榜首位 有效播放市场占有率持续走高 在5月19日达到7.30% 之后趋于稳定 整体片 本周Top30累计有效播放为22.37亿 上周20 2.98亿 累计有效播放市场占有率为41.12% 上周40 2.18% 累计有效播放与有效播放市场占有率较上周有小图下降 连续剧有效播放 Top10中 韩网络剧三部 累计有效播放市 占率为5.93% 连续剧有效播放 Top30中 韩网络剧八部 累计有效播放市 占率为10.14% 电视剧温暖的闲上线21天 多日蝉联 连续剧日榜榜首 除此之外 连续三周占具周榜首位 播放表现如下图所示 题材篇 第20周连续剧有效播放Top30剧集中 共包含都市 青春 玄幻 玄移 蝶战 传奇 戏剧 军旅 宫廷和刻画十种题材 都市类题材以十部的数量 7.45亿的有效播放领先其他题材 优势明显 青春类题材的剧集数量不多 但得益于归去来 泡沫之下两部流量大剧的贡献 有效播放达到3.75亿 位列第二 于情片 连续剧热度榜 连续剧热度榜综合搜索热度指数 微博热度指数 微信文章热度指数加全得出 反映聚集在社交媒体上的整体热度 第20周 5月14到5月20日 云和热度榜中 温暖的咸 归去来 泡沫之下 誓言四部剧已继 连续一周进入云和热度榜超时 5月7日 归去来官方微博发布提档消息 消息一经发布 景归去来提档景的关键词 立刻登上了微博热搜榜 累计上榜近四小时 最高排在第18名 当日与该剧相关的话题上榜次数 达到158次 足见网友对归去来的热切期待 该剧5月14日开播之后 热度更是居高不下 开播第二日 变精神云和热度榜超3 微博方面 本周与归去来相关的话题共15个 累计上榜1209小时 累计阅读量达14.8亿次 累计讨论量为12.4万次 开播首日话题量达到最大 12点首页话题一个 非首页话题多达12个 除此之外 观众对该部剧的讨论热度也很高 5.145.20累计弹幕量 达到39.1万条 其中不乏网友对两位主演的表白 为唐嫣罗进而来 坐等唐嫣罗进等内容很常见 两位主角在剧中的表现也得到了受众的肯定 与此同时 王之文等老戏谷 在剧中也奉献了许多令人惊艳的演技 截至目前 该剧更新12集 讲述了 案列史 书车顶报案 肖亲母亲车祸等多个事件 该剧凭借新颖的题材 作为国内首部聚焦于留学生活的电视剧 呈现出多种不同的留学模式 归序来能否撑起现实题材标杆 一起期待 谢谢大家